應該是TED的開放學生的社群 那下一個是我們Mr.Ord 要做準備 那好 純果 我要打開這個嗎? 對啊 嘿 好 哦 請抱 好酷 沒事 給你 嗨大家 嗨 我是TED 然後另外的兩位坑主 一個在台下 一個也在台下吧 Whatever 我看到了 Anyway 我們這個坑是 學生開放自治社群 然後剛剛早上已經有講過 不過我再拿同樣的簡報來講一次 因為我早上其實有很多細節是漏掉的 那基本上是從我開始發現到 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情形並不是很透明 那同學沒辦法了解學生會在幹嘛 身為一個學生會的學生代表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同時如果各校他們的學生自治組織 有自己的工作文化 那這個工作文化沒有去做 有一個算是關於 治理透明度和參與的容易度的一個評估指標 或是一個 一個治理的指引 是非常難以去做調整的 OK 那所以剛剛早上已經有提過 我們希望把開放文化融入 學生自治組織的工作文化 OK 那今天我們的主要目標 就只是找大家聊天 然後有學生自治夥伴 然後還有開放文化推廣者 這兩個部分去做討論 那總之我們今天一整天討論下來 我們決定呢 那就是這個方向會是建立學生自治的相關的治理指引 那為什麼要提到指引的部分 是因為應該說強調社群而不是一個組織 是因為要降低參與門檻 之前有聊到 我覺得是台學聯 對嗎 可以給我點頭 台學聯 他們是限制18歲以上才能參與 應該說大專選院校 原因就是因為要18歲以上 對那是當時所遇到的 我們討論到的一個問題 那總之後來我們也思考到了 其實高中很多學生自治 如果是以學生會的形式 比較開放一些的 那的確會需要有這樣子的指引 OK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想一下我等一下把那個影片 用不要CCBY好了 因為這是我這邊寫 這個是 針對我們自己學校的東西 然後 就是什麼是開放治理 這是寫給學校看的 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學校需要提高 應該要怎麼提高呢 例如說 我們公開資訊 檔案我不知道哪裡下載 組織章程在哪裡下載 我們學校如何參與會議 我可以旁聽學生會立會嗎 每次的會員大會討論什麼 我可以討論嗎 不行以上沒有一個可以 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 我寫了一大份 對但是 我現在覺得 對於這間學校的學生會 如果我只單一的去處理 我們學校自己的 學生會的文化 並不能改善到任何學生自治情形 所以我會希望是 即使真的有推動到我們學校 那它也會只是一個 呃 算是 test case 那 後續會希望推動到更完整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general case的 工作指引 OK 那 而目前的頻道 好我們寫 而目前的頻道是 跟 呃 就是 Open Student ORG 你可以幫我傳到Random嗎 謝謝 那 呃 我們接下來會開共的比方 上面進行討論 那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兩位在台下有要說什麼嗎 你好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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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Ted 給我們大家分享 下一個是Mr.R 那再下一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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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